好朋友們 今天的全球現場 沒錯是一針 很久沒有看我報全球現場了 首先我們先來看 就在辯論會之後 大家都在討論 天啊 拜登還能選嗎 下個樓梯都要太太去扶他 然後有人扶了 還走得一步一步亮亮嗆嗆的 好 美國總統拜登 禮拜五在辯論會的表現 真的把大家嚇壞了 尤其是把民主黨支持他的人嚇壞了 甚至現在掀起了一股叫做 換敗浪潮 民主黨會換人嗎 但是拜登隨後出席了一場競選活動 說話條例很清晰 情緒又開始很激昂 看起來好像沒事 有人形容像是當機之後重新開機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到底恢復了沒 我知道我是不是一個年輕人 要說明顯 我知道 他突然說話要聽 我看 habil話沒有 示範 說話 我認識 學運動 說話 表現 Employ I know what I do know.I know how to tell the truth.I know right from wrong.I know how to do this job.I know how to get things done.I know like millions of Americans know,when you get knocked down,you get back up. 其实要讲一句公道话,我觉得跟年龄没有关系,但是跟你的体力,还有你的反应能力跟逻辑,到底还能不能跟得上,其实真的有很大的关系了,因为选民都会看嘛,那现在拜登呢,第一场辩论会,CNN给他的评论叫做呢,表现得非常的差,那民主党内部就开始传出很多消息啦,我们要不要换人呢,因为你知道吗,美国总统大选是这样的,你的投票数呢,你是会影响到, 议会议员的席次的,所以不是说你当选了,没关系,我其他的我自己选,不是,他们是一个team的,所以民主党现在就很担心啊,拜登这波如果没选好的话,会影响 整个所有的布局,所以现在连纽约时报啦,一些比较自由派的媒体,都公开标示,有行,希望可以劝退拜登啊, 不过呢,前民主党的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迪安受访表示,他说,唯一决定要不要退,还是继续选下去的,其实呢,别人都不能说什么,只有拜登自己,他也表示呢,拜登的竞选团队,不太可能将是这个退选的决定, 他说,因为呢,一次辩论的失败,不能,就这样子看整盘棋,所以呢,这个迪安啊,也很肯定拜登继续执政的成绩,他表示呢,民主党其实人才积极,那是否退选呢,让年轻的民主党继承,就是后续的一些兴起之辈,继承拜登的理念,然后换年轻一辈出来选,这恐怕只有拜登自己可以做决定了,不过现在呢,的确啦,在政坛有很多消息,比如说, 前议长麦卡锡啊,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认为,嗯,我觉得拜登不会退,而且很难退,原因是,民主党当时有一个内归, 拜登呢,在初选的时候,他就已经赢得了党代表,这些代表呢,有义务,在全代会,都要支持拜登,所以现在怎么能说换就换嘛, 麦卡锡也表示啊,自己过去跟拜登有交手过的经验,你无法跟他谈判, 你需要跟他背后的幕僚团来谈判,他说啊,基于这一点,他就认为,拜登不是任, 但是民主党的两位前总统欧巴马跟柯林顿,两位大佬呢,倒是逆风的力挺拜登,恐怕也不能不挺啦, 欧巴马呢,在社群平台就说啦,糟糕的辩论时常发生,相信我,我很知道, 柯林顿是分析啊,他说,辩论表现的好坏,由专家分析,称赞拜登这三年来,领导相当有力, 将美国人拉出川普留给大家的泥罩当中,好,但是如果拜登真的被换了, 会发生什么事呢,路透社分析啊,民主党现在有四个人呼声最高, 可能来接棒,第一位副总统贺锦丽,我也是有点问号啦, 因为贺锦丽他的民调其实也没有这么高,他自己本人争议也蛮多的, 好,但是呢,反正第一首选可能会是他啦,就算民调输拜登, 但是因为呢,他是首位的印度裔女检察官以及副总统, 给支持者印象还是很深刻,可能会出现,来第二位呢, 就是加州的州长纽森,好,纽森呢,曾经在辩论会现场表态, 不会背弃拜登,也坚定挺拜登来选哦, 第三位是密西根的,密西根州的州长叫做惠特默, 他也被党内称为拜登的继承人,曾经在疫情期间, 他抨击川普的公卫因应,好,所以受到了关注, 也表态有意愿要选2028,好,但是现在目前放眼的是2024, 好,第四位呢,是肯塔基州的州长,好, 他说本身呢,跟这个,虽然说他的肯塔基州, 尤其是共和党的大本营,但是呢,施政的支持度, 他还不错哦,还打败过川普中央的共和党籍的卡麦隆哦, 所以这四个人都有机会,但是民主党会怎么做呢, 现在得看拜登最后的选择了, 当然川普是不会放过他的啦,看到呢,这个拜登啊, 走路亮亮呛呛,他当然会放大来做文章啦, 好,但选民买不买单,那就看美国人自己的决定了, 好,表现的会场呢,其实大家都分析啊, 尤其是美国local的媒体,报道, 民主党内部以及自由派的媒体, 其实换灯的声浪很大哦, 那川普呢,自己,川普自己有问题啊, 川普呢,被外媒揪出,每100秒, 说一次谎,很惊讶吧,川普100秒说一次谎, 连美国人都看不下去哦,还有知名的脱口秀呢, 还故意讽刺两位爷爷都该吃咬了, 我们来看一下节目内容, 这也是笑翻了,如果有这种药的话, 拜托我也想吃,川拜的辩论会上的表现, 让国际媒体真是一笑大方啦, 那这个主持人当然是用讽刺这个方式啊, 说呢,拜登是嘴巴跟不上脑子, 然后又谈到了美国健保呢, 他说,我还以为我自己, 还以为是一家园在纽西兰的房屋仲介的名称, 意思就是说,两位候选人可能都得再补一补了, 好,那Stewart呢, 他也整理出川普辩论会上的片段, 他也无奈的说,川普呢, 以上全是谎言,事实查证机构更加证实, 川普在辩论会上, 平均每一百秒说一次谎, 真的是让大家很惊奇耶, 以上我们刚看到的是, 美国总统大选的辩论会,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军武战略的部分, 29个国家来参加2024的环太平洋军演, 美国领军等于是一场军武大秀大拜拜, 好,在夏威夷还有周边的海域来进行, 透过实际的这个演练呢, 说要增加国与国之间的熟练度跟默契, 然后要维持印太地区的自由发展, 我们来看看最新影片, 好,来帮大家翻译一下, 他意思呢, 今年的规模史上超前, 两万五千名官兵都来参加, 只不过有看, 前进战略高地的好朋友就知道, 这种大拜拜, 而且国与国之间, 你的系统不一样, 语言不一样, 到底真的能够演习出怎么样的一朵花呢, 还是这只是两年一度的一场秀, 美国让大家看看, 你看哦, 这些都是我的好朋友, 叫大家来, 大家都会来哦, 今年也很多媒体去参访了, 这一次环太平洋的焦点呢, 就是可以搭载70架战机, 由海上移动机场支撑的, 当然就是航空母舰了, 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 还有许多的这件, 这个什么, 战机,比如说像F35啦, 还有余音机啦, 等等的, 今年的演习呢, 也是每一年啦, 他们都号称是史上规模之最, 但是如果你看军事专家的点评, 就会发现, 其实每一年差不多啦, 总之呢, 进行到八月一号啦, 持续锁定全球大事业, 跟前进战略高地, 我们会有最新的军武战略的消息,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大陆最近好像这个煤雨下的有一点太暴力了, 暴力煤的侵袭, 煤雨季节之后呢, 这降雨的强度已经大到淹大水了, 我们来看一下杭州的煤城古城被大水围困, 而且紧急把城门给关了, 变成一道大坝, 成功保护了城里的居民, 我们这次大概高了将近一米左右, 当时当水位上到24.4米的时候, 我们就启动了硬卷越岸, 把我们整个大坝的四道城门的防洪杂, 全部关闭了, 并用前后并用沙带进行一个加固, 哇, 这个洪讯可不是开玩笑哦, 因为这次淹水的起因是因为呢, 在当地的一个新安江水库, 因为下了大雨之后呢, 就开始泄洪了, 然后下游的水位呢, 就开始上涨了, 洪峰又经过了杭州的古城, 水位最高的时候居然是25.9公尺, 那全长2270公尺的煤城古城墙, 就变成了大坝, 好, 不幸中的大幸, 守护了3.5万古城的居民, 大家都没事, 以上今天的全球现场,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郡, 也因此, 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 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痒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金三角全校配方, 让肠道增加好郡,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录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每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